嗨 我是瑞 今天這集想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戴隱形牙套之後180天 我的生活到底有什麼改變 我蒐集了一些問題 然後今天會有一個就是跟我最常見面 最常看著我戴著牙套工作的佩佩 他會在就是鏡頭外那邊 大家有提問我的問題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第一題 戴牙套會不會痛 現在市面上最常見的就是 傳統的牙套嘛 就是鋼牙 我現在其實整支片都是戴著牙套錄的 我覺得以現在戴半年來說 我覺得他好像不會到 像我戴傳統牙套朋友講的說 每次拉完回診完都是痛到不行 那樣我覺得沒有 然後跟他其實外面這邊 會貼那個小倒倒 就是鋼牙你會看到一顆一顆一顆 全部黏在牙齒上的那一個 其實隱形牙套也會有 只是說他比較不刮嘴 我覺得以目前來說 他的那個痛感其實沒有那麼明顯 只是你在調整的期間 就是他有在牙齒有在移動 所以我覺得會有一種酸軟感 我覺得最多就是這樣 所以完全沒有痛就是酸軟而已 我覺得痛難免吧 因為你如果以一個都沒有再矯正牙齒的 但是我覺得已經比傳統牙套聽到的那一種痛感 我覺得已經是好太多太多了 但是如果我每帶一副新的 因為新的就是另一個位置 所以他還是會卡進去的時候 我覺得前兩天通常會 我不會覺得痛 可是我會覺得酸軟到頭有一點點痛 因為最緊嘛 有人枯住你的牙齒嗎 第二題 口腔會破皮嗎 就是剛剛講到那個痘痘的那個磨的那個問題嗎 我這個啊 因為隱形牙套 他有點像是套一個透明的殼上去 所以他其實對於我在講話的時候 他不會跟我的嘴唇內側這一側邊磨 不會 所以其實目前為止 我口腔是沒有破皮過 還是會拆下來嗎 拆下來這個小痘痘啊 沒有那麼的尖角 所以他跟我在吃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還好 那接下來想要問 你吃東西喝東西 都一定這麼乖的會把它拔下來嗎 你會這樣問 就是因為我是不是上次回診的時候 有跟你講過啊 我被醫生發現了 就是因為我有偷偷帶著喝茶 所以就卡一些茶購 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帶喝茶 是嗎 你是直接喝嗎 對 他會整個鴨套裡面都是 回去還好嗎 回去還好啊 回去還好啊 喔 是那個痘痘旁邊還有前面牙齒有一些 我承認我有帶著 我沒事 我會不喝紅茶 還有紅茶 你剛好就是紅茶 對 我又跑多紅茶 好啦 是不是覺得不敢再喝茶 是 就是當初在帶的第一副的時候 其實牙柱有跟我提醒一些注意事項 裡面其中有一個就是不要帶著喝東西 不要帶著吃東西 除非喝水 就是最純淨的水 喝茶跟喝咖啡 本來牙齒就會卡色嘛 但是你要帶隱形牙套 它又是套在裡面的 等於包在那個裡面 帶著隱形牙套喝東西 是更容易染色的 而且我還請醫生就是幫我做那個噴沙 好啦好啦 我自己就是沒有太乖 但是吃東西我是絕對拿下來的 我覺得吃東西帶著吃太噁心了 我覺得你平時真的是貪吃鬼 又是飯桶又是貪吃鬼 你這麼愛吃 零食啊什麼內類的 戴牙套之後 永遠因為很難這樣上下猜的關係 然後你減少吃什麼東西嗎 我有少吃很多東西 因為我其實是很愛吃零食 正餐也是啊 但就是反正各種吃嘛 但是因為戴了牙套之後 因為想要省略那個SOP 就是拆下來吃完剃牙刷牙 再把它帶回去 我會因為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少吃了 第一個是珍珠奶茶完全戒掉 然後有糖的飲料幾乎不喝 因為其實牙柱當時跟我講了一句話 我覺得有提醒完全警惕我 就是牙齒會有一種泡在糖水裡的那個 我就聽到這句話之後 我就再也不喝了 比較硬的東西不吃 譬如說拔蠟 太硬的東西咬下去 你會覺得就是太硬了算了 那就不吃了這樣 我發現在牙齒的時候 拔蠟有點困難 我現在吃飯變正慢 吃飯就不壞了 很棒耶 變正慢 因為牙齒會酸軟 但是不到覺得它鬆動 我覺得是酸軟 但是你吃東西 你不會覺得它在那邊咬 什麼金針菇啊 空心菜啊 超卡牙那種 都是 關於下一題 就是講話會不會有影響的部分 多少有一點 很多影片我都是拆下來錄的 所以有些人會跟我講說 其實你戴了牙套可是我都聽不出來嗎 可是現在應該 如果你很仔細聽 聽得出來我有一些音 是會知道我有戴牙套的 譬如說有一些要牙齒磨合的音 感覺有點落空 有一點點 但是沒有到會覺得大舌頭 所以就發音發不出來 我有很久戴鋼牙套的 他們一開始不習慣的狀態下 整個是會有一點大舌頭 對 可是戴隱形牙套完全不會 只是有一點落空而已 對有一點落空 這個應該影響是說 我等一下拆下來給你們看 隱形牙套長怎樣 那你就會知道說為什麼它落空 就是多久回診一次跟多久換一副牙套 喔 我剛開始其實是一個半月回診一次 然後每一次拿三副牙套 所以是大概一副戴兩個禮拜 14天 然後是大概第五個月的時候 醫生就跟我講說 他會評估嗎 其實都有在進度內 那我們試試看變成10天戴一副 我們這一次縮短成10天換一副 就是目前進度內都可以這樣做 對對對 反正是14天 對 那整體療程會不會改變縮短 這個還不知道 因為現在才戴180天嗎 幾歲戴會有差嗎 關於矯正牙齒的部分 幾歲戴喔 欸 像我今年是33嗎 我覺得是沒有差的 當然很多人會講說 年輕的時候戴當然就是 比較快漂亮嘛 就正在青春期那時候是最好的時機嘛 但是我目前是覺得沒有差 但是我上一次遇到一個新娘 他媽媽在戴喔 他50幾歲喔 他也是戴隱形牙套喔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沒有差的 愛漂亮的年齡 我覺得是跟戴牙套是無關的 只是說你如果長大以後會比較有感覺 他在調的時候你比較痛 戴牙套有 真的一定要打牙嗎 然後有沒有一定要打鼓丁這回事 戴第一副牙套之前 在聽評估報告的時候 其實醫生就有問過我說 如果這個過程中需要打鼓丁的話 問我的意願 因為其實他是會評估你的牙齒亂的狀況 每個人不一樣嘛 那牙齒亂的狀況 適不適合戴隱形牙套 那有些人是亂到他只適合戴傳統牙套 他無法戴隱形牙套 舉例來講我有一顆 就是他需要 除了往外拉往後退這種事情之外 他還要有一點轉正 旋轉這一個 他就說這個就比較需要鼓丁的幫助 但是他就說我們先戴看看 前半年一年 我目前是沒有拿鼓丁的 我的致齒目前四顆 在我這一次矯正之前 前幾年都已經拔掉了 我的致齒可能比較大顆吧 所以我的牙齒空間是夠的 我就不需要再額外拔牙 像很多人是除了致齒之外 再拔掉四顆牙 但是我完全沒有 我覺得這也有關係 是我的牙齒 是不是非常亂 每個人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要請醫生評估 關於怎麼清潔牙齒 跟怎麼清潔牙套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很麻煩 還是他其實是有小技巧 你沒有那個天賦 拜託那個牙齒給我一點天 哈哈哈哈 如果講到清潔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戴牙套的時候 因為其實以前我是很害怕看牙醫 所以老實講 我對於這方面的知識非常不足 就是我以前的清潔 還沒有現在做得好 那我覺得前提是我們家 蛀牙的遺傳機率不高 所以我沒有什麼蛀牙 我以前就覺得說好像也還好 我爸媽很害怕看牙醫 所以導致我也不常洗牙 這是不對的喔 其實半年要洗一次牙 然後跟我現在 因為有在戴牙套 所以其實我都會固定回整 我有帶我平常會帶的那個清潔包 裡面就是有一個 攜帶型的漱口杯 這是MUJI的啦 這一整套是MUJI的 攜帶型的漱口杯跟牙刷 然後跟這個是ASOP的牙膏 當初需要用到 現在用手就非常輕易可以完成的 就是拆牙套的輔助工具 我會放一小包 用到快要沒有的衛生紙 是因為我都會剃牙 那剃牙我就一定會搭配一張衛生紙 我不太是那種大啦啦剃的 我就是會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才在初期嘛 所以我的牙齒要先往後鬆動 所以我現在後面牙縫超大的 漱口水 這是我自己分裝的啦 刷完牙之後 就再用漱口水 速貨一遍之後再把它帶上去 看有多麻煩 所以你看我每次那個啊 吃完東西 我就會說我去廁所 你現在已經很習慣了 每一次都要這樣子 你就會導致你不想吃零食 我知道傳統牙套更不好清 像我這種 是外圈沒有那個 整個一圈的那個鋼絲�線的 所以我的牙 我的牙線 是可以直接這樣督進去的 但是傳統牙套是沒辦法 我上次有看到一個牙醫師的 YouTube的分享 他就有說 傳統牙套的那個牙線 就是會有一個是 專門設計給傳統牙套的 它跟這個寬度是不一樣的 很特別吧 很特別耶 好啦我問了這麼多 其實我好像有一點心動要去戴牙套 真的喔 對 你因為某顆 我們牙就是越來越開 但小時候完全沒有縫空 這一個點就是 因為我們的牙齒其實 都有在動 這件事情 是我開始戴牙套之後才知道的 就是其實你在 就是人生過程中 你的牙齒是會不斷的一直很細微 帶很細微 但是就是它會一直在移動 所以很多人是年輕時候戴過牙套 沒有好好戴維持器之後 長大以後 可能到我這個歲數 就有說 我其實以前有戴過 但是就是現在可能又跑回來了 就是會有這樣的問題 對 那所以很多人說 我現在的牙套就是 其實長得很像 傳統牙套後續要戴的維持器 我猜給你們看 要牽起手啦 我有牽起手 然後都會流口水 而且牙柱有跟我講說 因為回診的時候 他會是看我的最後一副嗎 我牙套都超乾淨的 他有講的 你看他就是一個這樣子 透明這樣 很像傳統牙套後續要戴維持器的樣子 但是我的每一副牙套都長這樣 然後像關於牙套的這個清潔 我現在會用大概兩天用一次那個發泡清潔錠 然後他其實就有點像是 你說洗盤子需要洗碗巾 但是你泡著 他不會直接溶解那些髒污 我會用細軟牙刷非常輕的刷他 不是這一支我拿來刷牙的 就是輔助啦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一家 都有不同的教育訓練 有一些牙柱也有在我的IG上面 就是會留言給我說 不要用牙刷 因為他有可能刮痕之後會支撐細菌 但是我覺得就像我剛剛說的道路 就是你泡洗碗巾 他不會髒污自己不見 但是你就要稍微的輔助他 但是你力道一定要控制 這樣就可以很乾淨 我還是有這個小痘痘 他其實就是要輔助你的牙套 有摩擦力之後 他會讓你的那個牙齒 就是藉由這個牙套去拉到想要的位置 我把它帶回去 好 立馬現場表演 可是我通常會再沖一次水 喔 這個咬的動作是讓它更貼合嗎 對 就其實這個我明天就要回診了 所以這副已經不太需要這個 這個輔助 就讓它更密合 以上就是我戴了180天 就是戴了隱形牙套半年之後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其實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方式 或者是請醫生評估你的先天條 先天條件 是不是有辦法戴隱形牙套 或是戴傳統牙套 那這個是我目前戴隱形牙套的一些生活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下週見囉 掰